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参加北京大学博古人研究院的活动 我是博古人研究院的学者曾毅 然后我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本汉研究所的研究员 我做的工作是内脑人工智能 首先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究院的思想 大家看到了 sorry that we don't really hav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I think that you could understand Chinese you need some assistance maybe we can make a summary 真好 大家看到了 博古人研究院叫做Ideas for Changing World 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 我自己的体会是作为一个博古人研究院的学者 所以我觉得几件事情对于博古人研究中心 我想对于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的学术界都是重要的 那么就是科学 哲学 思想和未来 这个未来有人工智能的未来 有人类的未来 以及我们由人类和未来的其他类型的生命形成的 我们共生的未来 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空间 所共同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是 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我认为是我自己 今年年度最期待的一个讲座 你把那个期望听 倒不是因为我面对苏老师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作为开始 为什么我这样说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的历史上 有两位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人 当然你可以再列二十个 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做Alan Newell Alan Newell是 Carnegie Mellon的教授 然后在他退休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退休演讲 他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教授 他说我穷奇一生想回答的科学问题 叫做How can a human mind occur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 人类的心智在物理世界是如何实现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一个做人工智能的人 最终的他的scientific quest是 How can a human mind occur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 所以呢 那么在心理学的历史上 后来当时有一个听众叫做John Anderson 他后来用了三十年的科学努力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How can a human mind occur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 所以你会作为年轻的学者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好的讲座 可以带来人生的改变 那么由于听了这个讲座 Anderson成为了凯利基民中大学的教授 然后三十年后写了一本书 用三十年的科学的努力构筑了 我想构筑了一套心理学的体系 这是一个作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者 对于心理学的根基的探索 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老先生 叫做Douglas Hofstad 这个大家可能就更知道一些 他是一个人工智能研究的先去写了一本书 叫做哥德尔巴舌艾舌 G.E.B. 就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他在研究人工智能很多年以后 突然有一天到了这个 说人工智能的会议没意思 没有新的思想 旁边正好在开认知科学国际年会 后来他说溜达过去看看认知科学的人 在做什么 后来参加完会以后 他的想法是 其实人工智能研究最终的问题 是在研究认知科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们还在探究的是人类心智 如果人类心智研究不清楚的话 恐怕人工智能也做不出来 所以他想干脆我还是去研究认知科学 在他快退休的时候 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不要去研究人工智能了 因为如果真的造就出来了超级智能 那对人类是毁灭性的威胁 所以我不愿意为此付出任何的努力 所以他说我就研究认知科学 作为我所有的这个职业的生涯 我想从这两个努力 我总结 我想说的话 实际上就是不管你是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者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我们追求人工智能 你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在对人工智能的探索 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心智的探索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对于人类心智的探索 就是对未来生命 他们可能智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的探索 没有对人类深刻的智能机智的认识 也不可能造就我们所谓的未来的真正的超级智能生命体 至少如果你对人类智能的认识不够深刻的话 你造就了未来的人工智能体 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巨大的威胁 苏老师今天的讲座 关于几个问题 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机器学习就是人工智能 那么学习的过程 发生在好秒级秒级 最多是天 但是苏老师今天讲的发展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 未来还有一个主题 也许我们下次还可以再讨论演化 evolution 那是一个数亿年的过程 第二 发育的这件事情 不光跟人类有关 跟我们的很多的动物也有关 人类的心智跟动物的心智有什么样的差别 是不是只有人有意识 还是说动物也有 也有意识 只有从比较的观点 才能够真正揭示智能的本质 所以我说 从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非常期待苏老师的演讲 下面我想就不需要去赘述苏老师的背景了 因为这里写的非常清楚 我们把时间都留给苏老师进行精彩的演讲 谢谢苏老师 好 谢谢那个曾老师的介绍 因为我们都是在博古瑞的这个背景和框架里头认识的 所以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是 或者说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兴趣是一样的 但是他刚才说那个期待可让我有点压力 因为别到时候你后悔 因为我们讲到的就是心理学就是你千万不能期望过高 期望太高了就会失望 那么我在前头把这个东西搁在这是说我的背景 就因为我们在心理学当中 我觉得刚才曾益老师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同意 他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一个比较的框架当中去讨论人工智能 这也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讨论的 那么其实我讲的内容可能观点更多一些 虽然是还是会有一些研究的背景 但是观点更多一些 特别想跟大家探讨 而这些观点有些可能是不成熟的 我们可以将来用更多的证据去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我自己做的 我在那个发展和比较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我又做发展又做比较 发展是本来就特别宽 几十年从生命的孕育一直到生命的结束 那么比较呢 本来是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物种 但是我自己做的是灵长类 也就是金丝猴和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比较 但是呢也会涉及到其他的这种灵长类的动物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比较特别重要 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呢 经常会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图 让大家来判断 比如说你会从我们的知觉角度来说 我们肯定会觉得后边的那个怪物更大一些 对吧 那么其实呢 你要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框架的话 它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比较的框架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给我们提供我怎么去解释我看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哈 我们比较的框架的内容是非常繁多的 就等于其实在心理学的研究当中 比较的框架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 我们做这个发展心理学 它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的比较 如果我们讲到的比较心理学 或者我们现在说的动物心理学 它是一个不同演化阶梯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么在我们就是做人类 人类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心理能力的比较的话 比如说如果涉及到不同的物理环境 那可能是我们叫环境心理学 我们不同的这种社会环境 我们叫社会心理学 那么现在说的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叫文化心理学 它都是强调了一个 就是你是在不同的情境的一个背景框架 去理解我们看到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就是想看 比如说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 就是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 它是一个智能系统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的那个题目 因为也是跟他们在碰的过程中 我只是说我大概讲这些内容 他们就给了一个题目 我自己是用了这个题目 就是说在比较框架下的人工智能 然后智能我把它打了个引号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现在还不能 跟我们人类和动物的智能相提并论 我刚才在跟他们讨论 因为前头有一个小的那个采访 虽然我觉得我很难说清楚 他们给我的那些问题 但是我说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 我觉得现在我所认为的人工智能 是我们人类智能的一个延伸 就我觉得它在某些方面 可能会表现的比较突出一些 就像我们原来说的 我们可能用一些我们发明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的人类的能力 能够更加可能是达到 比如我们原来达不到的那样的一个地步 而人工智能现在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就想可能更多的是从观念上概念上 或者说我们思考的这种角度上跟大家交流 就是我们说怎么去看待人工智能 那么先来说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智力这个概念 智力呢我们我在讲动物的心理学的时候 我就把它叫智慧能力 因为你很难说就是比如用智力或者智能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类的心理学的研究当中 智力这个词是一直在不断的发展的 就它不是说铁板一块 是每个研究者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 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然后呢他就会推进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讲到在人类的发展当中的智慧这个词呢 也不是随便用的 我们通常都会到一个人长得比较成熟以后 或者是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能称得上智慧 那我们讲这个正好要讲这个东西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饶意这两天的一个 在微信当中有一个文章 他就说我们还尚未向世界证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 他用了一个智慧这个词 那我觉得它的那个概念 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它的角度的概念 就不是我们大家比如说心理学 或者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学科背景下看到的这个概念 它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这个角度 那么我给大家放两段简单的 你可以看这个就是比尔盖茨这个 其实他讲的是接着就是马云 他怎么说智慧 怎么看人工智能 对他说其实机器只是有知识 它不是智慧或者说是智能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另外一段呢是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是那个 折大的那个校长他在做演讲的时候用了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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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其实说起来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到底什么是智能 什么是智慧 那我们讲到的智慧能力的这种就在我们和人 动物去做比较的时候 本来人的这个智力智能就已经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了 把动物搁进来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篇文章 他就是做了这边的这些的一个动物的一个比较 他就是说用让大学生一百多个大学生来评价说你一到十分来评他们的智力 然后就给出负分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哈说如果我去评我应该给他评多少哈 那么这个结果我当时跟大家就是做人工智能的老师和那个计算机的老师去分享的时候 然后我就割了一些我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放进去比如说微软小兵大家可能知道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索菲大家也知道哈 那个是陈小平老师他们科大做的那个家家 那现在有可家那就是机器人嘛就是我们说现在他们可以做好多事情的这个机器人 那我们这个结果是这样哈我们先来看这个经典的这篇研究 呃77年发的这个那么他的结果是这样的大致的一个排序 啊给那个领长类的大圆是给了9.2分啊 然后狗和猫呢倒是6分和7分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人说他的狗他的猫哈 然后呢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者还开始做马了哈 就觉得马在这里头可能占据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地位 然后牛啊鸡啊羊啊鱼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结果就大学生觉得我们要给动物去排排队的话 我们是排了这样的一个队那么我们当时我提出来的就是哎 我们把这些搁进去我们应该怎么排这个队 结果为这个这次讲座 我们就做了一个小的实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是在网上让一个学生我就说你去把这个原来的那些动物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些呃人放进去然后再把那个因为我就说我说你用机器人 我说索菲啊大家知道吗说怕不知道然后就用了个阿尔法狗啊 就是把这个阿尔法狗搁进去了 然后搁了一些其他的呃动物比如说章鱼哈 就是因为其他人那个里头没没章鱼我估计是因为几次什么世界杯章鱼都在那预测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他应该是很聪明的哈所以就搁进来 大家可以看就我们在网上测了两百多人 然后当然人是我们人就觉得自己最棒哈最聪明啊人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一组黑猩猩阿尔法狗和海豚啊大概是在这可能跟你们的经验都差不多 对吧然后中间有这么一大堆大家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也是跟前头那一样鸡和鱼都都让人觉得他可能是最最笨的哈 最没什么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嗯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男男生啊女生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女生一般可能稍微更乐观一点觉得我们更所有的都给分给的高一点啊 然后呢其实还有当时会想了好多但是呢有的组那个个数人比较少所以没有做更多的比较 做过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学心理学的因为我觉得学心理学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比较心理学我们会知道有些动物是聪明的哈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怕他有影响但是总体上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上个世纪的那个结果 其实和现在的这个结果很多是相似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人我们会对我们这个生物这个自然界的这样的一些生物和我们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人工智能呢 我们是会有一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个判断你看这个阿尔发购哈 当然这个总体上来看还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女生他们都觉得阿尔发购更更厉害是因为可能我觉得我们女生对那个有逻辑的下棋的人会有更高的评价有可能是这样子哈 但是总体上来说他就会把黑猩猩因为跟我们人最近嘛和阿尔发购相提并论 虽然他跟我们人还不太能够跟我们人相提并论但是他已经跟我们近亲相提并论了 因为像黑猩猩海豚都是觉得是这个世界上特别聪明的动物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我们其实每一个每一个个体他都在心目中都会有一个判断 这些动物也好这些智能系统也好他们到底的智能是一个什么水平啊是这样的一个我想先跟大家啊 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前面的经典的工作和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原来每次去讲那个时候我都说我把人搁进去啥样啊那就是没做过我这次就为了这个让大家看一下 那的确是至少我们说的人工智能的那个成果或者说阿尔发购他还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是很聪明的了 他已经可以和你想像黑猩猩一直我们都觉得黑猩猩跟我们最近了相提并论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这个概念就要开始轰炸哈我们的这个概念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智力这个词 你看我们这个心理学从早到后来的这个发展 其实他那个理论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我们怎么看今天刚才曾益老师说他梳理了一下什么认知能力有150多种哈 其实我觉得智力至少智力或者智能它更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总和对吧就是我们一个总体上我们觉得这个人 他的那种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是什么样子那么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是整体的但是后来大家觉得你整体上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就把它分成了一般的和特异性的所以有G因素和S因素那就是最开始的两因素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再后来就我们叫群因素群因素就是把它分的更细了对吧比如说有分七种的后来呢就分的比如我们讲到的这个八种的这两类的那个那它还不是说从因素的这个角度它是从类型就是哪一类比如说晶体智力流体智力那从这个角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心理学在做人类的智力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它的概念系统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总体来说哈就如果我们总是要给它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就说它是大脑比较高级的这种认知活动的一个体现 就是现在曾毅老师老说他做神经系统的那个就是他是有基础的有一个脑的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就老说人和动物去比较至少这个东西还是一样的 可是那个机器你把它放进来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生物系统 它怎么能够体现它的功能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去考虑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在做人的智力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时候我们说它要具备自动的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机器是需要给它输入一些东西它不像人这么灵活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人的这个智力这种灵活的特点是非常明确的 要是说它具备自动的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这种能力 然后思维和推理的能力问题就解决的能力和自动学习的能力 当然我们还会从它的适应的成果或者表现上去说它是不是对这个环境它是能够存活下来 能在这个环境上中生存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去理解这个呢现在有从个体的角度有从群体的角度 这也概念也不断的在发展啊 就是在做动物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是它会做一些区分 就是比如我们讲到的这个如果做比较兴趣把动物放进来的话 我们说有一个生物层面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家的一个生物的系统 就是是不是都是神经系统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心理测量层面的我测出来的东西 我用一些任务去测量测出来的东西来做一个比较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从结果我们是不是能够适应环境 成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 所以我们讲到的你看做人这是本身的 然后这是从一个整体上来看啊 这个是说如果把动物放进来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还不只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的说我们这么理解 我们就要去这样去测量 然后把人或者说把这个生物去做一个区分 就是他们的水平是不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的概念系统就有不同的测量系统 就有不同的测量工具 那么我们看就是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最最重要的 我们说有特殊的成分有一般的成分 我们现在从一般的成分上来看 我们韦诗质地测验是用的最多的测量 有做小孩的有做成人的 那么它大概是两个一个是言语一个是操作 它认为言语在我们人类的这个智能系统当中 站着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我讲这个一会我就会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去评价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的时候 基本上是用的韦试的测验 那么这是韦试智力测验 这就跟刚才那是一样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例子 然后我们怎么去评价它呢 就是智商的这种概念 你在一个群体当中 你占绩的位置是多少 比如我们通常说100分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分 15分做一个标准差 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一个标准差 我们就三个标准差以上 就原来是两个标准差 也就是说130分以上 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天才超长 现在130分我们在北大测 大学生基本上都130分 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更要严格要求一点 那我们说的两个标准差 比如说70分以下 我们才能说叫心智发育的一个持智 所以它就是来根据这个来去做一个评定 我们的智力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测验的瑞文呢 我们通常会用它来做一个智能的一个 叫指数或者叫做指标 但是它更多的是从推理的角度来说的 它不是全面的 就不像韦式智力测验测的那么全面 它只是一个推理的层面 就主要就是我们说的 就哲学讲的那种逻辑的东西 它可能会涉及的多一点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 就是说如果从多个方面去考虑 多种元素的话 就是这多元智力 现在这个理论用的还是挺多的 特别在教育当中用的特别多 因为它是把各个层面的各个角度的 说我们的这种能力做一个描述 那它的这种测量呢 其实国外也有 国内也有一些 但是不像韦式那么标准化 就是做的那么明确的标准化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八种方面 然后这就是在国内他们希望能够去做测量的时候 他就会把每一个元素 然后把它再分解成不同的层面 然后用一些题目来测量 这是我们说的多元智能的一个测量 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系统 我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工具 开发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对应来测量来描述我们的智力能力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还有就是像Steinberg 那它会把我们的能力会分成三个方面 三个层面的 那么比如说分析性的 就有点像我们说一般的智能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实践性的和实践智力 那就是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的 还有就是创造性能力 它把它区分出来 那就是说不同性质的能力 做不同的说明 就原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韦式智力测验更多的是测的这个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 就是说你解决实际问题的 那样的一个能力 而这个呢更多的是谈的你创新 创造力这个角度 所以这是三元说 那么我们如果刚才说到了 关于这个在讲智力 然后智慧我们也常常会用在这个 概念系统当中 因为这个智慧呢 它又不能说好像随便就用 就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得起智慧这个词的 通常我们就说年龄大了 年龄大以后呢可能智力呢在某些方面有点下降 但是呢我们智慧了啊 就是它好像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特点呢 是我们可能某些绝对的部分不如年轻人 但是我们相对的那部分会超越年轻人 那么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在讲发展的研究当中 我们说老年人他虽然智力会有一些下降 但是呢他会表现出智慧的增长 那么智慧这个概念呢 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概念 我实验室的一个学生想做智慧心理学我已经每次都在打击他 我说你这个太难做了 因为你这个概念就不清楚 每次都得讨论半天 但是也还是会有一些研究者去讨论 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在发展性学当中经常会说的说智慧 会包括哪些方面的成分呢 比如他就说丰富的事实性的知识 我们的经验特别多 丰富的程序性的知识 我知道在一件事来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在一定的背景上 就我们说那么多的变化的背景上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事情 那么那边就讲的我们说叫相对主义 或者叫做灵活的辩证的这样的一个看问题的能力 这个真的是我们说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我们这方面是的确是要越来越好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认识 那这种不确定性的认识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叫对模糊的一个容忍 就是他不是说我非得要有一个答案出来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经常会说到 就是他跟一个对时间的一个看法 就是他我们叫有远见 这个视野对吧 都讲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时间轴上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那个图示是这篇文章 就国内有一个研究者 他们会对智慧也有会有一些看法 所以不管怎么说 就是等于本来智力还没弄明白呢 现在又出来了个智慧这个词 那就是他也又是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他在不同层面上 他好像又加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人的这个方面的能力 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智力智慧 然后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在底下的这个东西再给大家看 又出来什么呢 又出来了个认知 这个认知呢是在信息加工观点出来之后 也就是说上个世纪 其实五六十年代之前 大家不太谈认知 基本上是谈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七十年代我们说 开始信息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革命 或者我们讲计算机的这样一些知识 影响到了心理学 影响到了心理学的这种理论的建构 所以就出来了认知科学 就刚才曾老师提到的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现在在心理学的这个研究当中 它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那么这个认知这个词 怎么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智力 智商智能 还有我们说到智慧 怎么去衔接 怎么去理解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认知这个词呢 它可能更多的是讲的一个 它层次是比如说我智商或者智力 它可能说我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而认知是一个像是内表形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内表形这个概念吗 它就是像这个就是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它是这个背后 但是它又没到我们的生理层面脑啊这个层面 所以这是就像我们说到的那个 有点像程序 它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功能 那么我们再看看 其实理论上也有一些探讨了 比如说它就会把智力和认知做一个比较 说比如说我们讲的从它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 然后呢 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总体性 我们都认知力好像更是一个总体的东西 而那个认知呢 它是有一些特性的成分 但它又可以概化 可以抽象化出来一些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不断的出来一些概念的这种 说明和我们说到的一些概念系统 就怎么能把这些概念把它区分 或者把它弄清楚 我觉得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比较的框架 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人的研究中 我们在人和动物的比较的研究当中 我们都用过什么概念 而这些概念在我们去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思考 应该怎么样 或者说我们已有的这些工作 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不能我们再像原来是在糊了糊涂的做一大堆东西 然后说的都不是一个事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认知这个概念出来 那么这个呢 又是一个最近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对 不叫智力吧 它就是我刚才说了智力 是对我们整体人类能力的一个总和 那么它就是认为 人类的这个能力的总和 这个心理能力的总和 不光是智力 它是把认知过程把它放在并列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当中 而且他觉得除了这两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可能是我们原来不太在意的东西 叫动机 对 他就觉得说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如果没这个动机 我就表达不出来 我就不表现 你以为我可能这方面不行 是因为我动机 对 我是不是表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老年人的心理理论的时候 大家原来认为老年人的心理理论是会下降的 那现在就觉得是他那个下降是因为 我不一定觉得我需要动用我的心理理论 如果我需要动用的话 比如说我去揣测 这个人跟我的那个利害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我才去动用我这个能力 那我这个成绩就上去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动机在人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它和智力和认知功能同样的重要 那在这里头 所以你看我们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心理能力 是一个多层面的多这个多种决定因素 然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说让我们做这个智力和认知功能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区分了 那除了那个这两个成分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个能力 能影响我们能力的个体差异 重要的成分是动机 所以就是更加的复杂了 就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认识的系统当中 好 那么我来跟大家说 我们当时探讨动物智力的时候 就是人的智力已经很复杂 然后我其实原来讲动物心理学现在很多年不开了 就是当时开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总结 我说人的智力已经很复杂了 把动物再搁进来就更乱了 那但是你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就是最开始我们把动物和人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是描述我们动物和人哪些方面是相似 哪些方面是不同的 就是经典的动物心理学就做这件事 然后实验心理学就是因为我做实验嘛 比如我设计出它的行为的表现是什么 这是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探索 接下来呢也受到了一个认知科学的影响 然后我就要去看它的内部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也去做比较认知 比如说我们人在做这个过程中 我们内部的过程是什么 然后动物在做这个时候 它的内部过程是什么 它去做描述 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 因为现在脑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要去找机制 当然在原来也去做机制 但是机制呢更多的还是一个 比如说生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还有就是神经科学 现在神经层面的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 曾老师提到的 就我们有演化的框架 在这个里头你看 如果我去解释我看到的这个东西 和我那过程和它之间那种关系 我去解释的话有一个 这是直接层面的一个解释 然后这是一个远 间接层面的解释 就是远因解释和近因解释 所以我们在做动物智力 和人的智力的比较的时候 其实会涉及到不同的研究层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概念 我就再给大家列一列 不能详细的去说了 比如说我们的智力跟认知 跟刚才一样 人类去讨论 在做动物的和人类的 这个比较当中也会讨论 我们还会讨论智力和适应 因为你去谈动物的智力的时候 你很难说 对吧 因为我们人类说我们的大致 虽然大家好像环境不同 但是至少还是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动物的不同层次的那个动物 它的生活环境太不一样了 那你得说呢 我是不是能够成功地 适应我的环境 我就说明我有这个智力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有时候又说 用适应来作为这样的一个 评价的标准 当然还可能会用学习的过程去描述 现在呢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信息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一个概念会引入进来 那么就是其实大家说的角度 可能是不太一样了 所以每个人和每个人 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不一定是讨论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原来做的好多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灵长类 因为我自己做灵长类 我们做灵长类的这样的一个 认知能力或者智力的比较的时候 有点像我们做人类的智力的 那样的一个研究 它会把它分成 一个就跟做智力测验似的 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是说 我对物理世界的一个认识的情况 还有一类是我对社会世界 认识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分了很多的这些测试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和任务 然后帮助我们去判断灵长类 它的一个认知能力 或者它的智力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有好多的研究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比如说树的认识 但是我们讲到的 你们知道这个爱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爱的树的认知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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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所以我们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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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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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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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做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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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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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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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